下一位梁繼昌 一句公道說話 我不知為何今日政府可以這麼多人進來 這麼多的政務盃給我手 而我的助理一個都不可以幫我手 為什麼 可不可以回答我這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把我的助理趕出去 這個究竟是什麼公道 請問 第二就是法治 剛才看到很多討論的問題 都是基於我們的議事規則 如果我們不可以把持到 這個議事規則的規矩 我們以後是怎樣去進行會議 是不是就是叫囂 大家是打毛球 這樣不行的 不可以這樣做的 這個會議是 會議是一個莊嚴的地方 講了這一輪的勞騷之後 我都要講回其實 東北的發展 其實是沒有另類的方案 其實是有的 最近我們公共主義聯盟自己花了很多錢 跟香港中文大學和一些環保團體 是講了一個比較另類的方案 叫雙藍方案 所謂雙藍方案 就是元朗藍和鼓動藍的方案 政府是否可以停一停想想 這個雙藍方案是否有些可取的地方 我簡單地介紹 我只有三分鐘時間 這個雙藍方案其中有四大特點 就是第一 一個保育的農地 東北方案 要佔用的耕地是六十公頃 而雙藍方案 只是涉及元朗藍的少量的農地 而關於一些老藥人士的遷徊 東北方案是要遷徊 成千多名居於石仔嶺的老人家 而雙藍方案可以完全避免 另外雙藍方案 我們提出了用了一些中土先的 那些Brownfield site 這個是一石二鳥的方案 不但可以利用這些 contaminate 了的土地 優先民用 亦都可以減少了 遷徊這個問題 為何政府不可以停一停想一想 民間我們都可以拿到這麼多資源出來 是做了一個方案出來 為何政府仍然要去衝這個方案 有什麼益處對大家 對我們全香港市民都沒有益處的 所以我們贊成馮劍基議員 這個休會動議 下一位是